说台湾的妇女共同的难题就是要怎么样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 在西方国家的职场其实带孩子上班非常常见 而台湾目前也有少数企业鼓励员工可以把子女带到工作场所 我们华视记者就实际采访了这样的公司 他们鼓励员工可以在上班时间带小孩 几年下来员工绩效反而成长 38岁的亭桥带着6岁的女儿走进了一家租公司 亭桥是这间店的业务员也是店长 他的公司欢迎员工带小孩来上班 所以就算出门谈业务女儿也不怕没人照顾 刚开始带小朋友上班你会觉得说会怕小朋友去影响到其他同事 但是好处是我们公司就是同事都很好 都在帮忙带小孩 15年前生完大儿子之后 亭桥时常在工作与孩子间疲于奔命 原本打算当个全职妈妈 但少了一份薪水 家庭经济就会面临沉重压力 于是他苦思 能不能有一份工作可以兼顾孩子和收入 写礼当初老婆后来这边上班 对你介绍的 对 因为我们这个职场 老板有一个很好的福利 所以在边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就想说老婆也可以把 她的工作替换掉来这边 温婷桥一年就拿下八次的分店冠军 感念老板对职业妇女的照顾 妈妈们以热情和努力付出作为回馈 镜头再转到另一间妈妈们心目中的幸福企业 九个月大的小凤梨 开心的在地板爬呀爬笑得好灿烂 38岁的艺争为了补味母乳 再加上家里没有人可以帮忙照顾孩子 只好带着小凤梨投入职场 第一个是我们比较放心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增加就是跟她亲子之间的互动 我们公司的文化大部分的同事也都是妈妈 所以也都很能理解就是说带小朋友来上班 店里的这间妈妈教室在没有开课的时候 可以提供给员工哄小孩睡觉 甚至还可以让他们替小孩子更换尿布 遇到外国客人 还不会说话的小凤梨就会用最快的速度爬到客人脚边 瞬间拉近了和顾客的距离 本身我们很多的员工他们本身都是妈妈 所以在不管产品介绍上面 他们自己本身更能够贴近产品它的一个重点 对然后给传达给消费者这使用上的一个互动这样子 我的这一台就是这个福利这样子来的 根据主寄处的统计 2013年因为生育而离职的妇女 全台就有84.6万人占了15.76% 放眼国外美国从1993年开始 就把每年4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定为带儿女上班日 加拿大则是把这个日子 定为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三 反观台湾这样的企业却是寥寥可数 如果能有更多企业体谅职业妇女的处境 增产豹国就不再沦为口号 记者联招策林宇成台边报道